大家好,欢迎来到笑看人生。 我妈在怀我之前,奶奶在民间找了许多偏方。 土大夫再三保证,只要我妈照做,第一胎怀的就一定能是个儿子。 全家对此深信不疑,直到我妈肚子蒸气,很快怀孕。 三个月时间一到,就被奶奶迫不及待地带去镇上的一家私人诊所里去查看胎儿性别。 得到是男孩的准确答案后,爷爷和爸爸更是高兴地把家里养了几年的鸡鸭鹅全杀了。 弄给我妈补身子吃,摸着日渐圆润的肚子,我妈整天笑得合不拢嘴。 挺着个大肚子,天天在村子里转悠炫耀。 是的,大夫说我怀的是个儿子,这怀儿子就是比怀女儿累。 哎呀,这哪有什么福气不福气的,其实儿子未必比女儿好,这不是没法选吗? 要是能选,我肯定选女儿。 大胖小子在肚子里直闹腾,可烦人了。 说是烦人,可从我妈的表情语气里来看,她更多的是享受。 以及对于村子里那些怀不上儿子的妇人的鄙视。 我出生的时候是在寒冬腊月里,因为村子离阵上远,雪大风路。 奶奶提前找了接生婆在家里给妈妈接生。 半夜里,一盆接着一盆的热水往屋子里端,又混杂着血水被端了出来。 我妈在里面疼得直叫唤。 爸爸和爷爷在外面焦急地来回走动。 奶奶很快从屋子里带出消息,说是我头太大, 我妈第一次生孩子不会用力,把我卡在里面出不来。 接生婆说如果再这样卡下去,可能母子两个都要保不住了。 我爸一听这话就急了,当即就在院子里破口大骂。 这死女人,生个孩子都不会生,要是把我儿子憋到哪里了,看老子不打死他。 爷爷也阴沉着一张脸,问奶奶有没有什么法子能保住她大孙子。 奶奶从厨房里找出一把剪刀,说要是再生不出来,就把我妈肚子剪开,把我从里面掏出来,这样我指定能活。 几人一合计,立马就决定行动。 拿着剪刀进了屋子时,我的头已经出来一半了。 接生婆被他们的出现吓了一跳。 奶奶拿着剪刀坐到床边好声劝我妈。 英子啊,你听我说,这时间太长了,玩儿要再生不出来,就得在里面活活憋死了。 我们得把你肚子剪开,把它掏出来,不然你们母子两个都活不成了。 你不要动啊,你放心,我们老河家一脉单传,我们一定会好好对你儿子的。 我妈听了这话,非但没有害怕。 还疯狂地在那催促奶奶。 妈,快动手吧,没事,我儿子比我重要。 奶奶心为地点了点头,刚准备动手。 我妈条件反射地用了下力,把我从里面挤出来了。 我吊在床上哇哇大哭。 接生婆抹了把汗,说这是皆大欢喜。 总归没有闹出人命,我的旗带还没来得及剪掉。 我爸就立马上前掰开我的双腿,查看我的性别。 掰开的一瞬间,就蒙了。 因为我两腿间空空,并没有带板。 我妈在床上虚弱地呐喊, 丽叶,快把咱儿子抱给我瞧瞧。 我爸一动不动,奶奶察觉不对劲, 立马凑过来看了一眼, 瞬间拍着大腿,哭天喊地地问接生婆把她大孙子弄哪去了, 怎么会是个赔钱货躺在这里。 爷爷一听这话,头也不回地摔门而去。 我妈受不了刺激,直接晕了过去。 我爸暴怒,一脚踹翻了床边的热水, 扬言要把我抓去外面的粪桶里溺死。 接生婆连忙拦着我爸。 热水浇在我的腿上,烫得我狂哭不止, 也瞬间浇灭了一家人的心。 生男孩的梦,就这样破碎。 我出生第七天, 因为我爸迟迟没去给我办理上户口。 村里干部找上了门,催促我爸。 于是,一家人又开始商量着随便给我取个名字,敷衍了事。 爷爷说叫招弟或者叛弟,将来招个弟弟。 奶奶说叫若男,把我比作男生,也是有个念想。 爸爸没有说话,我妈却恶狠狠地盯着我说,要给我取名贱女。 因为我这个卑贱的女儿,打碎了她怀儿子的梦, 没让她能母平子贵。 因为我这个卑贱的女儿,让她们一家成了全村的笑话。 更因为我这个卑贱的女儿,惹得全家不得安宁,惹得她疯疯癫癫。 她要让我带着这个名字过一辈子,让我后悔来到这个世上,让我知道我就应该死在我出生的那天夜里。 爸爸没有反对,村干部欲言又止。 最后看着我全家的态度,选择了沉默, 给我在户口本姓名栏上填上了三个字,和贱女。 我叫和贱女,是封建思想,重男轻女之下的产物。 若不是镇上的医生学术不经,把我夹在腿间的旗带看成了那玩意儿。 我可能在肚子里的时候,就被我妈打掉了。 为此,在我出生后,妈妈和奶奶还去诊所里大闹了一场, 差点把警察都招去了。 在我三岁那年,我妈再次怀孕。 这次求神拜佛一样不辣,整天抱着一大罐酸李子吃。 终于在隔年如愿以偿生了一个儿子。 从此,我妈成了家里的大功臣,我弟成了家里的香伯伯, 而我,则成了家里的透明人。 父母也不像从前那般,怨恨我到希望我死。 他们把我看成了一件货物。 寻思着时机到了,就卖女儿养儿子。 拿我换钱给他们儿子读书盖楼,替他们分担负担。 在我十岁那年,因为嘴馋吃了一口我弟的煎鸡蛋,把我弟惹哭了。 被我爸吊在树上,用皮带抽了数十下, 催了两口唾沫,挂了一下午,差点交代在树上。 十二岁那年,我弟在学校打架,被人揍了。 我妈心疼得不行,二话不说,骂了我一顿,饿了我一天不给饭吃, 怪我光吃饭不干活,没在学校保护好弟弟。 十六岁那年,我中考全线第一,可以免学费上镇立最好的高中。 爷爷奶奶却不让我去报名,把我关在家里,让我去帮他们种地干农活。 说女孩子没必要念那么多书,早点赚钱嫁人帮衬弟弟才是最主要的。 爸妈没有反对,最后还是我以死相逼, 他们权衡利益之后,采访我去了学校。 也是童年,我眼睁睁地看着童村十七岁的二妞被迫辍学在家, 被她爸用两万块钱两头猪的彩礼, 卖给了隔壁村四十多岁的秃头老光棍。 送过去的第二天就被打得鼻青脸肿, 还得背着筐子一瘸一拐地去河边割猪草。 在河边遇到同样去割猪草的我,苦笑连连, 这对我打击很大,也似乎让我看到了我的未来。 更让我从这时确定,我要尽快逃出这个村子, 逃出我爸妈的手掌, 否则只会在这样的深渊里越陷越深, 否则就要来不及了。 高中报名是我一个人坐大巴去的镇上, 班主任问我叫什么名字。 我结结巴巴地开口,我叫何、何贱女。 声音越说越小,班主任不可思议地抬头望向我。 何贱女,你就是学校说的权限第一? 我点了点头,班主任愁愁半赏, 看着瘦瘦小小的我, 最后在报名单上替我填上了名字。 何贱女,她的眼中满是怜惜, 见字笔画太多,不好写。 以后你在我们班上就叫何贱女,可以吗? 我半张着嘴,呆愣愣地看向班主任。 班主任微微一笑, 耐心又问了我一遍,可以吗? 我赶忙点头,可,可以。 真的,可以。 报完名回家收拾东西的路上。 我就在策划着如何逐步逃离这个家。 住校是第一步,高考是第二步, 也是我离开这里的唯一一条路。 可我刚从村口下车,就看到一群人挑着担子, 敲锣打鼓地往我家的方向走去。 我立马警惕了起来,悄悄跟在他们身后。 他们走进了我家院子里, 我躲在院子旁的一棵老槐树后面, 观察着这一切。 带头的是同村的王叔, 家里有一个比我大了几岁的傻儿子, 整天流着鼻涕坐在家门口玩泥巴, 人高马大。 我见过好几次, 每次从他面前路过他都要扑上来抱我。 嘴里嚷嚷着, 小媳妇真好看, 嘿嘿,抱抱, 小媳妇不要跑啊, 我就抱抱。 我顿时心下一紧, 不好的预感油然而生, 下意识地扣起了手下的树皮。 果然, 手指尖刺痛传来的同时, 我就听见王叔冲着我家堂屋里叫唤, 立叶, 英子, 你们快出来, 我们来提亲了。 我爸我妈很快从屋子里带着笑脸钻了出来, 他们就站在院子中央, 商讨我和王叔家傻儿子的婚事, 八万八的彩礼钱, 以及我弟一直嚷嚷着想要的最新款水果手机。 王家是承包田母的农户, 到底比隔壁村那个四十多岁的老光棍有钱。 这样一来, 倒显得我比二妞值钱了不少。 爸妈乐得何不拢嘴, 有了这钱, 就可以给家里盖楼房了。 他们立马承诺, 等我从镇上回来, 就把我绑了送去王家。 婚礼不婚礼的都没关系, 只要彩礼到位, 我这个王家儿媳妇的身份就一定是逃不脱的。 我顿时心凉了半截, 也顾不得收拾东西了, 立马转头就往村口跑去。 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 我不能被他们发现, 不能被他们抓住, 我还得回去上学, 不然, 我这一辈子就毁了。 回到学校后, 我在班主任的安排下, 住进了学校宿舍, 生活费则靠着学校奖励我的奖学金 以及贫困学生补助金勉强度日。 开学前几天, 我一直担惊受怕, 害怕爸妈找到学校来, 要把我抓回去嫁给王叔家的傻儿子。 可就这样, 过了一天、两天、 一周、两周, 一个多月过去了。 爸妈都没有到学校来找我, 难道我这么容易就逃出那个家了? 可八万八的彩礼, 我总觉得父母不会轻易放弃, 就这样提心吊胆, 又过了一个月。 这天中午休息时, 我陪同学去学校附近的书店里买本子, 却突然看到校门口熙熙攘攘围了许多人, 同学拉着我过去凑热闹, 却让我看到了此生最不想原谅父母的一幕。 人群中央, 我妈坐在地上又吵又闹, 我爸不知为何腿上绑着石膏, 被我妈放在身旁的轮椅上, 而在他们对面, 则站着我的班主任和校长。 你们凭什么不让我们进去? 我女儿她躲在你们学校, 已经两个多月没回家了, 联系不上人, 你知道我们有多着急吗? 她爸爸腿摔断了, 她都不知道回家看一眼, 上了这么多年学, 连校顺两个字都不懂, 书都念到狗肚子里去了。 你们就说, 这学上着还有什么用? 还不如早点跟我回家嫁人, 相夫教子才是王道。 女孩子家家就没必要念这么多书, 这不是我这个当妈的非要逼着她, 老师我就这么和你们说吧。 她在村子里, 整天和人儿子打打闹闹, 搂搂抱抱, 小媳妇小媳妇的更是喊个不停。 别说我们村了, 十里八乡的可都知道了, 简直把我们老何家的脸都丢光了。 没办法, 我们只能给她把婚约定了, 彩礼收了, 结果呢? 我妈站起身来一个劲地拍手跺脚, 呲牙咧嘴地胡扯。 结果她现在跟我们玩消失, 两个多月找不着人。 人南方都找上门来了, 这让我和她爸怎么办呢? 班主任刚想上前安抚一下我妈, 我妈却直接暴躁了起来。 何剑女, 你怎么就这么剑呢? 你不要连我和你爸还要脸呢, 赶紧让她滚出来和我们回家。 指不定肚子都被弄大了的祸, 你们学校也敢收。 何剑女, 我知道你肯定躲在哪个角落里偷着看呢, 你赶紧给我滚出来, 非要把我和你爸的脸, 在十里八乡都丢尽了你才开心是吗? 我和你爸养你这么大, 就是让你这么报答我们的。 我为了生你, 差点赔上了一条命。 早知道这样, 当初就该让你爸把你丢进粪桶里溺死得了。 晚着我过来看热闹的同学一声不吭, 却默默松开了我的胳膊, 和我拉开了一点距离。 周围, 逐渐也有其他学生认出了我, 正低着头, 窃窃私语。 更甚者, 还有人指着我的肚子眼光嘲讽, 光明正大的嘲笑。 嘲笑我的名字, 嘲笑我不知廉耻。 我呆愣愣地站在原地, 却怎么也想不通, 为何一个母亲要这样诋毁她的孩子? 我爸一直默不作声, 我以为他还残存着一丝对于我的良知。 谁知道, 他却对我下了最后通牒。 给和贱女办理退学, 我们不念了。 哼, 和我妈目的一致。 我低着头苦笑一声, 可是退学, 停什么呀? 由于太多人看向我的方向, 我妈很快就发现了我的身影。 她不再和班主任以及校长废话, 而是直接冲过人群, 跑来揪着我的头发, 把我往学校对面的一辆面包车上脱去。 你个死丫头, 小贱人, 舍得出来了, 赶紧跟我们回家。 上学上学, 就你这样, 还有食妖脸上学。 我妈常年在村子里做农活, 手上力气很大, 而她对我是从来都不知道怜惜的。 此刻揪得我头皮又麻又疼, 泪水直流。 可不管我怎么苦苦哀求, 我妈都没有放手的意思。 周围同学们窃窃私语的声音突然在我耳边无限放大。 班主任欲言又止又复杂的表情, 以及喊我去书店买本子的那位同学的嫌弃神色。 我妈的厌恶, 我爸的绝情, 让我多年来所受的委屈, 终于在这一刻彻底爆发。 我用尽全身力气从我妈手上挣脱了出来, 头发被她揪掉了一大把, 连带着那一块秃到可以看见头皮。 我的眼泪流了满脸, 控制不住。 我没脸上学, 你们都有脸说是我爸妈, 我凭什么没脸上学? 我妈先是一愣, 随即扔掉自己手中的头发大步跨到我面前, 抬手结结实实地扇了我一耳光。 能耐了呀和贱女都敢和我吵吵了。 还有没有天理了? 啊, 我们生你, 养你, 我们凭什么不能说是你爸妈? 怎么着, 你上学了出席了见识面了, 就开始嫌弃我和你爸这种乡下人了。 哎哟, 我不活了, 狗都不嫌家穷, 你个死丫头居然嫌弃我们。 我妈打我用了死力气, 我的脸在肉眼可见的速度下迅速肿胀了起来, 鲜红的巴掌印深深地刻在那里。 虽然很疼, 但我已经麻木了。 我爸也划着轮椅到了我身旁, 用没受伤的那只脚狠狠踹到了我的大腿上。 我腿脚一麻, 跌坐在地上。 这件丫头就是不打不行, 他们还欲再动手打我, 我条件反射地蜷缩了一下, 就看见班主任连忙推开围观的人群, 神色慌张地蹲到我身边, 心疼地抱住我。 够了, 两位家长, 你们要是再动手, 我就报警了。 我爸我妈这才消停了下来。 两人对视了一眼, 很快把矛头转移到了班主任身上。 你们这学校怎么教的人, 这件丫头好好的, 怎么连爸妈都不认了? 他以前可是从来不敢和我们顶嘴的。 一定是你们不往好处交。 赔钱, 你们得赔钱。 不赔钱, 就把这件丫头办理退学, 让我们带回家。 赔你大爷。 温柔大方的班主任, 第一次报了粗口。 虽然声音很小, 但我却完整地听清了。 他抱着我的手很紧, 没有要放开我的意思。 我又想哭了。 老师, 你知道吗? 从小到大, 我们全家人从来没有一个人真正地关心过我。 就因为我不是他们预期中的男孩, 在我还是婴儿的时候, 我妈连口奶都不愿意给我喝, 整天就让我喝白粥。 还是邻居奶奶看我可怜, 偶尔给我喂点他孙子喝剩下的奶粉。 要不是怕把我弄死了, 他们得负责任, 我可能都活不到这么大。 后来, 我弟弟出生。 我在他们脸上看到了 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开心笑容, 以及我奢求不到的呵护爱意。 弟弟每年都会买许多新衣服, 有数不尽的玩具, 吃不完的零食。 而我只能穿着从村子里其他人家找来的旧衣服, 哪怕吃一个烤红薯, 都得看我奶奶脸色。 我要自己洗衣服, 还得给全家做饭。 我弟弟考试堪堪及格, 他们给他买小蛋糕, 夸他聪明说他进不大。 我考试全校第一, 他们说我是超的, 小小年纪虚荣心强, 不学好。 我今年才十六岁, 他们就要逼着我退学, 去和村子里的一个傻子结婚, 再拿着我的彩礼钱, 给家里盖楼房, 给弟弟买新手机。 可是凭什么呀? 就因为我是女孩子吗? 所以生为女孩子就是错的吗? 班主任安抚地摸了摸我的头, 看着我十分认真地开口。 小和同学, 性别不是我们能左右的, 每个人的出生也不是我们能选择的。 你不能因为他们这些偏执的思想 而左右了自己的想法。 你要知道, 人人生而平等, 并无男女之分。 错的, 从来都不是我们女孩子, 而是他们的偏见, 以及被封剑丝, 不知为何。 我被班主任的最后一句话都笑了, 可我的笑容就像是导火索, 引爆了被戳到痛处的父母。 和贱女, 你怎么敢笑的呀? 我和你爸把你养这么大, 你知道受了多少罪吗? 你现在就任由别人这样说我们, 在你心里还有没有我们这个爸妈了? 我在班主任的搀扶下站起了身, 垂眼看向了面前我名义上的父母。 此刻, 我对他们有着说不上来的厌恶。 那你们心里有我这个女儿吗? 如果今天站在这里的是何飞龙, 他做了和我一模一样的事, 哪怕他就站在这里和老师一起光明正大的骂你们, 你们是不是还要陪着笑脸夸他骂得好, 再塞钱给老师, 让他把你们的宝贝儿子照顾好? 爸、妈,我就这一条命, 你们能不能别再逼我了? 我妈眼底满是嘲讽。 怎么着? 你又想拿你这条贱命来威胁我们? 你和飞龙能在一起比? 你比得上他的脚趾头吗? 我告诉你和贱女, 你的命是我和你爸给的, 就算你今天在这里死了, 你的尸体也得和我们回去, 嫁给王首夫他儿子。 我妈不屑地笑了起来, 但是,你敢死吗? 我的手指不自觉地钻紧, 半晌之后又突然松开。 我像是想通了许多, 慢慢笑了起来, 那就如你们所愿。 班主任察觉不对劲, 连忙想要抓住我的胳膊, 可我早已从他手上挣脱了出来。 小和同学, 再见了,老师。 我飞快往前冲去, 一辆汽车飞驰而过, 我似乎找到了自己的归属, 既然我的出生本身就是错误的, 那我也没必要再待在这个世上了, 这条命就当是还给父母了, 不过也得让他们付出点代价。 我当然不是要去自杀, 而是直接冲进了我爸的面包车里, 我也不是要跟着他们回村里嫁给那个傻子, 而是我知道, 我爸的后备箱里, 常年放着一个手动电锯, 是他之前当木工留下来的工具。 我小时候, 他喝了酒看到我心烦, 就总是嚷嚷着要用那电锯 把我锯成快快喂猪吃, 然后再看着我瑟瑟发抖的害怕模样, 让我端着猪时去猪圈里喂猪, 再将猪圈门锁上, 把我和猪关在一起一晚上。 他是懂得怎么在身体与心灵上折磨我的, 我做不到, 那就只能在身体上折磨他们, 和他们拼个鱼死网破。 爸妈和班主任琪琪追了上来, 我直接拉动电锯摆到了自己身前, 反正活着已经没有意思了。 我朝着爸妈笑了起来, 爸妈, 要不你们把弟弟接来, 我们一家去地底下相聚吧。 我死没关系, 就是一个人有些孤独, 总得拉着你们去陪陪我。 说完我就拿着电锯往父母身前冲去, 笑得如同盛开的曼陀罗, 危险至极。 我妈被我吓得连连后退, 我爸慌不择路地转动轮椅, 想要从我面前逃开, 可他们越是这样, 我却越跑越快, 面上还有着掩饰不住的兴奋。 我先把目标放到了我妈身上。 我妈吓得尖叫着躲到我爸的轮椅后面, 何剑鱼, 你疯了吗? 我早就疯了, 在你们这样的家庭出生, 我不疯谁疯? 死。 我的命还给你们, 但你们折磨了我这么多年, 都得陪我一起死。 哈哈哈哈, 我们去下面再做幸福的一家人吧。 好不好呀, 爸爸妈妈。 我又哭又笑, 疯狂地拿着电锯想要弄死爸妈。 班主任一直在后面抱着我, 我害怕伤害到他, 不敢用力, 也影响了发挥。 我们在学校门口闹得沸沸扬扬, 已经影响到了学校的秩序。 校长不敢让人过来拉开我们, 他瞧着我癫狂的模样, 害怕自己被误伤。 愁愁半晌, 最终决定给警察叔叔打了个电话。 我们的这场闹剧才得以收场。 我和父母, 班主任一起站到了警察局里, 电锯已经被警察叔叔没收, 父母在一旁一个劲地告我的状, 就差说我爸的腿都是给我打的。 但其实是因为我跑路没去嫁给王首富家的傻儿子, 导致他们拿不到彩礼钱, 我弟买不到新手机。 所以爬到楼顶嚷嚷着要跳楼逼爸妈。 我爸为了拉住他, 从楼顶滑下来了, 所幸是小砖房并不高, 只摔断了一条腿。 我弟灰溜溜地从房顶爬了下来, 说要怪就怪我, 为什么要逃跑。 我妈觉得我弟说得对, 我爸说非要把我就回去腿打断, 明明是我弟的错误, 就这样嫁接到了我的身上。 我无语至极, 班主任一直在帮我解释。 我低着头, 一直重复着一句话。 他们逼我嫁给同村的傻子, 还要拿卖我的彩礼钱, 给我弟弟盖楼买新手机。 警察叔叔脸色瞬间就变了。 何丽叶, 孙贵英, 你们的这种行为是违法的, 你们知道吗? 首先, 我国的法定结婚年龄是男不得早于22周岁, 女不得早于20周岁, 就算你们逼迫你们的女儿嫁人, 但婚姻关系也是无效的。 其次, 民法典第1042条规定, 禁止包办买卖婚姻, 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 同时, 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 父母不得允许或强迫未成年人结婚, 而且根据刑法第257条规定, 以暴力干涉他人婚姻自由的, 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刑拘。 你们确定还要逼着你们的女儿嫁人吗? 警察叔叔拿出手铐, 如若依然如此, 那我们将依法处置两位。 我妈被震慑住了, 吓得瑟瑟发抖, 却还是嘴硬。 那, 不行就不行呗, 我们都是农村人, 不懂这些那些的, 像我们那时候十六七岁的结婚的多了去了, 我们哪知道现在是违法的。 班主任冷声开口, 那你们现在知道了, 准备怎么做? 我妈心虚地张了张嘴, 她要乐意上学, 就慢慢上学呗。 警官同志, 差不多就放我们回去吧, 我们家里还有一堆鸡鸭鹅猪没胃, 饿瘦了就不好了。 最后, 爸妈陪着笑脸。 和我一起, 被警察叔叔思想教育了好一顿, 才放出了警察局。 我妈瞪了我一眼, 一声不吭地开着面包车, 把我爸带走了。 我爸临走前, 还一直对我骂骂咧咧, 说早晚要把我捉回去腿打断。 我当作没听见, 和班主任一起回了学校。 可经过我爸妈这么一闹, 我俨然成了学校的大名人, 之前也只是被他们嘲笑嘲笑名字, 现在已经开始嘲讽我的为人了。 会有恶心的男生问我是不是真的肚子被人弄大了, 有没有打掉, 愿不愿意和他们试一试。 很舒服的。 有人说我的名字这么贱原来是因为我人太贱。 大多数女同学对我避之不及, 不愿意和我有过多交流。 更多的则是嘲笑我, 把我当作一个笑话。 因为这些事情, 班主任找了我无数次, 害怕我会想不通, 更害怕我会想不开。 但其实我心态挺好的, 总归是暂时逃出爸妈的手掌了。 只要等到高考结束, 我一定要完完全全地逃出这里, 那样一切就可以从头开始。 就这样过了很长一段时间, 爸妈都没有再到学校来烦我。 周末我去集市里买点东西, 却遇到了同样来感激的二妞。 她看起来瘦了很多, 憔悴了不少。 不过好在, 身上没带伤了。 她和我简单打了下招呼, 问我最近过得怎么样。 她说, 已经好久没看到我回村子里了。 我盯着她半晌, 缓缓开口, 二妞, 你有想过逃出那里吗? 二妞先是一愣, 随即低下头, 无奈地摸了摸肚子。 来不及了, 我已经怀孕了, 可以不要的。 二妞摇了摇头, 没必要, 我这一辈子也就这样了。 我没再多劝, 这是她自己的选择。 和她道别后, 我离开了集市, 往学校走去, 却在学校附近, 被一群小混混 拖进了荒无人烟的酒仓库里。 你就是何贱女? 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你们是谁? 他们并没有将我捆起来, 我把手偷偷探进了口袋里, 快速按动了手机上的紧急呼叫按钮。 手机是班主任送我的联系工具, 而班主任则是我的紧急联系人。 我不知道班主任有没有接通电话, 但也没时间管这么多了。 我试图和这些人对话, 顺其自然地说出现在的地址, 顺便拖延时间。 小混混, 你不用管我们是谁, 受人所托, 过来教训教训你。 而且, 听说你这妞放荡得很, 所以我们兄弟几个也想试一试。 像你这种学生妹, 我们还没试过呢。 我愤然开口, 你们不怕被人发现了吗? 小混混轻笑一声, 这种地方荒无人烟, 不会有人过来的, 而且事后, 他朝后面的小弟使了个眼色。 小弟立马拿出摄像机, 对我笔划了笔划。 我想你也不想, 那些视频流出去吧。 你们这样是违法的, 只要你不说出去, 谁又知道违不违法呢? 说完话后, 他们一群四五个人, 一拥而上。 我瞅准时机, 一脚踹到了 为首之人的小腹下方, 接着在他疼痛难忍的时候, 撒腿就跑。 他奶奶的, 给老子抓住他, 看老子不弄死他, 那人呲牙咧嘴地 指挥着小弟追我。 还好我在家, 做事习惯了, 力气大, 跑得快。 一群人追了十几分钟, 都没追上我。 我拿出手机, 给班主任报告信息。 老师, 我在学校南边 小树林厚的废弃仓库附近, 我现在在往学校方向跑。 你。 啪的一声, 一个东西砸中了我的后脑勺, 我头晕脑炸, 两眼一黑, 直接晕了过去。 等我再醒来后, 我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班主任坐在我身边, 我从班主任口中得知, 那几个小混混 已经被警察叔叔 带进局子里了。 他们如实交代, 是何飞龙花钱 让他们过来教训我的。 就因为我跑路导致他没有买成最新款水果手机。 他就这样对我这个姐姐。 所以, 我连一个手机都不如。 小混混追不上我, 恼羞成怒捡起路边的石块砸我, 导致我轻微脑震荡晕了过去, 索性不是很严重。 事后, 何飞龙很快也被警察带走了。 现在我爸妈正在警察局门外, 哭天枪地地让警察把人放出来。 说他还是个孩子, 他哪懂得那么多。 说都是我的错, 如果我没有逃跑而是乖乖嫁人, 哪里会有这么多事发生。 说我就是个丧门星讨债鬼, 专门过来折磨他们的。 我倒是想真的这样, 那样我就能把他们一家都克死。 那几个小混混的父母也都多次来找我, 表示他们愿意额外多给我赔钱, 只希望我能和他们和解。 可如果班主任没有及时来救我, 我又该去和谁和解? 我拒绝了。 他们就骂我不要脸, 说我就是想额更多的钱。 热水泼在我的脸上, 我紧紧皱了下眉。 我安抚住想要替我出头的班主任, 反而对着那群人笑了起来。 错不在我, 你们这样恼羞成怒并没有任何实际用途。 并不是将我踩在泥土里, 你们的儿子就会安然无恙。 你们得认清现实, 只使他们的何飞龙是未成年, 他才十三岁, 他的惩罚根本不会比你们儿子多。 可即使你们心里不平衡, 又能怎么样? 我不会和你们和解, 我要让他们受到应有的惩罚。 你们与其在这里找我麻烦, 被报复的好消息。 他在警局被保释放出来的第二天, 不去上学反而跑去了网吧上网, 于是很快被人盯上。 刚出门就被拖到旁边的小巷子里被一群人揍了一顿, 其中那个小混混头头的家长用木棍砸中了他的后脑勺。 他没有我运气那么好, 我只是轻微脑震荡, 他却直接就被砸成了植物人。 就连后半生醒过来的可能性都很小很小。 我想, 这可能就是报应吧。 而我的爷爷奶奶一听这事, 气血攻心, 当即晕了过去。 我妈抱着昏睡的我弟, 受不了打击, 变得疯疯癫癫。 我爸在警察之前去找人算账, 势单力薄直接被打断了腿, 余生都将和轮椅作伴。 爷爷奶奶醒过来后, 再次受到打击。 爷爷这人要强, 看着残了的儿子, 半死的孙子, 疯了的儿媳妇, 直接一口鲜血吐出, 撒手人寰。 奶奶更是差点拿着菜刀 要把一家人全都砍死陪葬, 省得活着受罪。 最终被一堆人拦了下来, 他们总觉得和飞龙是九重天上翱翔的飞龙, 前途不可限量。 但其实它更像是一条区, 只配在阴暗的角落里扭曲爬行, 不见天日。 从此, 我的高中生活再也没有他们过来访我。 高考结束后, 是班主任来学校接我的。 他送了我一束向日葵, 一是助我一举夺葵, 二是, 他指着向日葵对我温柔地笑了起来。 小和同学, 从此向阳重生吧。 我接下向日葵。 谢谢, 老师。 番外, 派出所户口办理地。 下一位, 你好。 我走到工作人员面前, 工作人员一边在电脑上打字, 一边询问我, 你也是改名字的, 是吗? 我点点头, 将手上的文件表格递了过去。 嗯, 是的, 改名原因填了没? 工作人员接下表格后, 愣了数秒, 抬头看向我, 转移了话题。 你想改成什么名字? 我拿出手机瞧了瞧, 地址是班主任送给我的那朵向日葵。 何向阳? 何向阳? 嗯, 没错, 我笑着开口, 因为我想向阳重生。 工作人员很快替我改好了名字。 我连说了几声谢谢, 往门外走去。 身后, 突然传来了工作人员的声音。 何向阳? 我转头看了过去, 他微笑朝我摆手。 何向阳? 再见。 向阳重生, 从头开始, 一切都在变好。 你下期望的东西是门外赛的病人, 我贊主任, 我贊主任, 我贊主任,